我把教育小孩的一个秘密 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就豁让开闹 请问你们现在身边 有没有这种现象 做爸爸妈妈的人 跟你的儿子女儿 一跟他讲大道理的时候 你的儿子你的女儿 就开始跟爸爸妈妈反驳 他爸爸 你那个是什么年代的思想呢 我跟你没法沟通 我跟你有代沟 你知道如果一个小孩 老是跟年龄大的人没法沟通 这个小孩是非常危险的 下面我来跟你举例 今天不管是在政界 还是在商界 还是在军界 还是在宗教界 还是在科技界 只要是掌握核心资源的人 一定是那些严历相对 也比较大一点的人 大家同意样是不同意 同意 那我现在访问大家一句 如果一个年轻人 他没法跟那个严历大的人沟通 请问这个年轻人 怎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所以古往今来 真正能够成就一点 事业的严历人 他都有一个本事 少年老成 他能够让那些年龄大的人 一看到他就喜欢他 把手上的资源向他一开放 他就超越了他的同龄人 同龄人就变成了他的追随者 他就成为了同龄人当中的领导者 那关键是你怎样才能要你的小孩 看那个严历大的人没有带勾的 你们告诉我 从小就带着小孩在大人圈里面去混 你信不信 他天天在大人堆里面一混 大人怎么想话的 大人怎么处理事情的 他都看到眼里 于是他在他的同龄人里面去 同龄人懂得他都懂 他懂得他同龄人都不懂 于是他就变成交接着少年老成 你信不信这个两天一晚 他到这个地方听我一讲课 他回去都超越他很多同龄人 你们千万不能把小孩当小孩看 你把小孩当小孩看 他就永远是个小孩 你把小孩当大人看 他啪就变成了大人 这就是做爸爸妈妈的怎么教育小孩